快點好了,這幾千年很流暢 還衝去 你看到這是齒輪 那個腳還沒有黏結對不對 那還忙 那腳咧 那還敢輪子 對對對,所以你看到它是讓是內層的外層的結尾 所以這個就沒有原心喔 所以為什麼我要做這四塊的原因 這四塊是擋住我們那個 就是讓它對心用的 這四塊 所以這四塊是所有的重點 我會直接跟你們講 所以我大概檔案給你們在檔案上就要寫 這要4mm 因為4mm這個厚度就會產生間隙 所以我們螺絲機鎖緊的時候 它還是沒有夾緊 所以它還是會動 那這邊又有流間隙 所以它大概可以對心 大概差個到30條 也可以對心,但是又不會跑掉 所以有點黏又不會太黏 這樣設計了 那看還有什麼好玩 好嗎?